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无鱼 大气晚成 大音息声 大笑 无形 读不懂 但就是觉得好 阴汐大人 要不然您跟我们讲一讲 对啊 我也半懂非懂 正想向先生请教呢 那咱们进去吧 对 不能进去 先生正在写 写到哪儿了 是 你们看 天知道 损有余 而补不足 人知道 则不然 损不足 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唯有道正 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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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就写完了 好 春秋时期 经历了王子朝之乱的老子 见证了周王朝的末路 他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都城洛邑 西行至寒谷官 官令引起 向老子问道 于是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义 共五千余字 这就是我们后世看到的道德经 大人 共五千余字 太好了 大家各辞其职 我去向先生请教 遵令 谢先生 为世人留下道德之义 五千余言 坐吧 先生所写五千余言 包含天地万物法则 爱民治国之道 学生读后感觉高妙玄傲 恳请先生为我讲解 晚辈也想向先生求教 恳请先生讲解道德经 你是谁 何为道德经 晚辈萨北宁 是来自两千五百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先生所书道德之义 后世称为道德经 被奉为典籍 两千五百多年后 正是 晚辈见过先生 那我问你 两千五百多年以后 是个什么呀 正如先生 在道德经里所说 甘其实 美其福 安其居 乐其俗 我没读过这几句呀 有 我刚写的就在你手上的 果然有 你怎么知道先生刚刚写的话 他说他来自两千五百多年后 应当是真的 如此说来 我这五千余言传下去了 不只是传下去了 而且是流传甚广 您的道德经和诗书义等 同被奉为典籍 影响了华夏文明两千多年 而且您也被奉为 中国哲学开山之子 何为哲学 哲人就天地万物之本源与法则 这门学问后世称为哲学 如此说来 这五千余言算得上哲学 那当然 恳请先生教授我道德之意 晚辈也想向先生请教 何为道 撒君安坐 谢先生 道可道非常道 有物混成 先天地争 他听不见 也看不见 却永不休止 生生不息 为天地万物的根源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我勉强为他命名 叫做道 学生请教 如何才能感知 道的存在 道无处不在 万物由他生成 依赖他成长 我们生于道之中 从无中可以观照 道的奥妙 从有中可以观照 道的端倪 拜见商荣先生 坐 拜见先生 坐 商荣先生 我子丽儿已到了该学习的年纪 可送到其他先生那里 均不肯收他呀 为何 这孩子总爱问一些怪问题 小静儿啊 你都问了些什么怪问题啊 我总在想 为什么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西边每天落下一个太阳 要存放多少个太阳 东边每天升起一个 还有多少个太阳短地升起来 丽儿 不得无礼 他问的很有道理 继续问 天长有川德湖海吗 没有 但雨水从哪里来 从云朵来 云朵从哪里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先生见谅 继续问 雨落为水 水为什么流向低处 水入百川 百川归海 因为海在最低处 海是什么 海就是最广大的水 海是最聪明的水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手在最低的地方 不是展的最大 哦 你看到了什么 水 退后一点 你看到了什么 瓦盆 再退后一点 你看到了什么 盛满水的瓦盆 只与按机之上 你悟到了什么 悟到了 站得越远 看到的东西就越多 想要看清所有东西 要先往后退 此次真乃天生会根 商荣先生 这么说 您愿意收下它了 收 当然要收 小小年纪 竟能问出有关天道的问题 小女儿啊 你可真是老天赐给我 最好的弟子啊 谢先生 起来 走到我的身边来 这不是在我幼年时 得欲商荣先生 或许我也不会 继续对天道的追寻 在后世 教育者有这样一个词 叫保护天真 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保护天真的 后来我在国学里 就成了问题先生 你 你踩上我手了 对不住啊 起庆 狂狂会 先生来了 咱们今日讲师 大雅文王一篇 请 文王在上 乌昭于天 周虽旧邦 其命为心 送得不错 先生 学生有问题 你问 先生 周虽旧邦 其命为心 按文王上写的 周王是得了天道 那为何 诸侯多战 民生多苦呢 诸位学子 咱们今天只讲师 与大雅文王无关的 报警 是啊 我也很想知道 先生 您就讲讲吧 天下多战时 以为诸侯无道 学生讲知道 究竟什么 是让天下 复归井然有序的法则 咱们今日只讲师 不讲法则 好不好啊 是 那先生 请您讲讲 其命为心 其命为心就是说 我周朝的天命 永远更新 那怎么又乱了呢 对呀 英和又乱了呢 狄儿 你把我脑子都问乱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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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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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力大耳朵 好好的讲学 又让你毁了 怎么能怪他呢 我也想问 还有你 起大 Scientific 你俩 就是问题先生 你 你才是问题先生呢 我 他说的对 什么天道不天道的 重要吗 就是 重要吗 重要啊 我真是服了你们俩了 走啦 走啦 走吧 走 在我学里 我结识了 此生我最好的朋友齐青 他和我一样 爱问问题 但是有提问 才有答案了 所有的哲人先贤 都是从善于发问开始的 林喜啊 我过函谷关 你将我留下 求问道德之意 你就是问了一个 最大的问题啊 林喜先生 也是替世人 求得了一个 可以流传千百年的 珍贵答案 呵呵呵 哎呀 你们两个人哪 是一唱一和 佛像当年我和齐青啊 哎呀 学真后 我和齐青一起入守葬式 为例 我所谓的 我会认识 但是我来说 你不是说 我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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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